有的人快死了 但他还想多活几年 有的人还活着 但他恨不得立刻就死掉 这个男人趁别人不注意 夺下警察的枪 毫不犹豫就朝自己扣动扳机 还好旁边的人早有准备 那么 一个人到底有多绝望 才会对自己的性命如此淡漠 这是一部让人看完就会哭晕的电影 如果你还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他会给你答案 男人叫查理 因为一场事故自暴自弃 成为了清洁工 他的生活从来没有微笑 外界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 赴黑夜主刻意刁难 他毫不在乎 漂亮妹子暗送秋波 他心如止水 性感女郎主动搭讪 他不为所动 连老板的话都不愿多听 可这天 一通电话打破了这枯燥的生活 医院通知 他的亲哥哥不幸去世 查理回到老家 看到尸体 却没有想象中的痛哭流涕 他表情僵硬地抚摸哥哥的脸 仿佛死亡微不足道 只是很遗憾 死的不是自己 查理去通知哥哥的儿子小萨 小萨一看到查理就变得情绪激动 因为他知道 叔叔的出现意味着父亲出事了 停尸房里 小萨只看了一眼就选择离开 处在叛逆期的男孩 总喜欢掩饰脆弱 就像他的叔叔一样 事后 查理去处理哥哥的遗嘱 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哥哥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 并希望他能做小萨的监护人 查理不可思议 说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监护人 律师也知道有点强人所难 因为他明白查理在担心什么 或者说 这个小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原因 几年前 查理和现在完全不同 他热爱生活 吃穿不愁 还有着漂亮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 白天没事 他就和哥哥一起带着小萨去海上捕鱼 一回到家 就抱着妻子孩子挨个亲一遍 然而这天晚上 查理叫来胡同狗友 还到凌晨两点都不走 孩子被吵醒 妻子发了怒 把朋友全部赶走 可查理一游未尽 又去超市买酒 临走前 他担心孩子们冷 打开了壁炉 结果却忘记挂防火网 等他回来 自己家早就陷入火海 查理待立在原地 耳边只剩下妻子的无助哭喊 妻子得救了 可三个孩子无一信念 那一瞬间 查理感受到了死亡的可怕 可怕之处在于 失去的人失去了生命 活着的人 则要永远活在悔恨之中 他又怎么敢抚养自己的侄子 警察局里 一个罪犯抢走警察的枪 对着自己扣动扳机 大家赶紧冲上来 可男人却拼命想自杀 因为他是个杀人犯 他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昨晚 查理去买酒 结果却忘记给壁炉挂防火罩 三个孩子全部惨死 妻子也和他离婚 查理痛苦万分 他向警察控诉自己的罪行 希望得到惩罚 可警察不忍心 在伤害这个可怜的男人 法律原谅了他 可他不能原谅自己 那场大火把一切都毁了 包括他的灵魂 之后查理便搬到波士顿 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 可现在 哥哥竟然希望自己照顾他的遗孤 哥哥的遗产中有艘老旧的游艇 查理想卖掉他 然后带着侄子搬到波士顿 可小萨不愿意 当年父亲和叔叔总带着自己乘坐游艇去钓舞 这艘游艇上有他的童年 查理这些天忙着哥哥的后事 小萨则事不关己 整天瞎玩 一会儿和同学搞乐队 一会儿和第二个女友上床 查理也懒得管 而这天晚上 查理突然接到了前妻的电话 前妻慰问一番 并告诉他 自己怀孕了 查理嘴上恭喜 心里却百感交集 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所有人都开始了新生活 只有他还在为过去悲伤 葬礼终于结束 不过殡仪馆说现在是冬天 土洞应了没法安葬 因此哥哥的遗体只能先放在冰柜里 小萨很不情愿 却也没有办法 晚上 小萨打开冰箱找吃的 好多冷冻鸡肉掉了出来 而他像是在害怕什么 关了好几次也关不上 小萨这才说 自己想到了被放在冰柜里的父亲 原来 他并不是对父亲的死毫不在意 恰恰相反 他是努力把悲伤藏在了最深处 一切笑容都是伤心的伪装面具 过了几天 查理和他讨论搬到波士顿的事 小萨不愿意 这里有他的学业 有他的两个女朋友 有他生活的一切 为什么要离开 查理拗不过 只好搬回曼彻斯特 他想找份工作 可小镇的人都知道他的过去 纷纷拒绝了他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他却狠狠推开了他 这个男人叫查理 少年丧父 青年丧子 中年丧兄 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不幸 都围绕着他 哥哥临终前把孩子小萨托付给他 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天 小萨妈妈突然打电话来 说愿意抚养小萨 其实查理不愿意答应 他知道小萨妈妈是个整天酗酒的渣女 还在小萨爸爸生病时不辞而别 可人家毕竟是亲妈 查理只好带小萨去看看 小萨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 餐桌上 他竭力表现得和蔼可亲 可将近十年的离别 母子之间早就生疏到了极致 小萨没有尝到什么美味 只感到尴尬和陌生 查理感觉到了小萨的失落 他没有出言安慰 但他也明白 现在是小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自己要帮他走出来 他知道小萨需要精神寄托 也就是那艘旧游艇 于是 查理卖掉珍藏多年的猎枪 把游艇来了个大翻新 小萨开心坏了 还邀请其中一位女朋友出海 看着两个孩子打得闹闹 查理终于露出久违的微笑 或许 他也想起了过去的一些美好吧 可噩梦显然没有放过他 查理出门买菜 在拐角处竟然碰到前妻 前妻又有了一个孩子 两人还没说话 前妻就气不成声 他向查理道歉 因为他之前说过很多过分的话 他当时很愤怒 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查理身上 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那场大火不仅毁了两人的家庭 更毁了查理的余生 看到查理宛如行尸走肉 把自己彻底封闭 他心痛不已 互相深爱的两个人 却被命运捉弄 查理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从何说起 只好惊慌失措地逃离 他不是不原谅前妻 只是无法原谅自己 他去酒吧买醉 然后故意挑衅小混混 目的是能挨顿胖揍 用来惩罚自己 也让自己能痛哭发泄 就这样 身心俱疲的查理睡着了 睡梦中 两个女儿又坐在身边 他知道这种伤痛一辈子都无法愈合 这座城市 只能让他更绝望 他告诉小萨 自己准备把他交给朋友抚养 遗产也全归朋友 自己会尽量抽时间来看他 可小萨不愿意 他问查理 你已经是我最后的亲人了 为什么不愿意留下呢 转眼春天到了 查理的哥哥终于安葬 前妻也来吊咽 叔侄俩没有哭泣 他们知道 眼泪对生活没有任何帮助 查理和朋友办理了遗产转交手续 在路上他告诉小萨 我找到新工作了 也租了一间有两个卧室的房子 如果你愿意 可以搬过来一起住 他们最后一次去钓鱼 小萨卖力地甩动着鱼竿 查理却抱着鱼竿一动不动 人生就如至海水 却在没有一条鱼可以搅弄他的涟漪 有人说时间会抚平一切伤口 可查理的灵魂早就被烈火吞噬 他不愿原谅过去的自己 也不想追求缥缈的未来 只想在这破碎的人生里走一步算一步 另立独行 无喜无悲 感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